第三部曲的时候 密 它事实上那一部是得奖的 那其他的这个电影里面虽然得的奖 还是有大大小小的用的奖 不过因为他用了三部曲 所以他的力量里面就会显得非常庞大 如果只有一部曲 这部电影里面会显得非常当保 所以因为有三部曲 我们就必须要去帮他去做串联 而且他又很技巧的 排列的时候他故意排列 相反的这种方向 从他最老的时候演起 然后演到最后 他竟然是那么小 人也那么小 可是有很多的情节里面故事 不见得能够串联起来 不见得能够串联 不过那是他刻意的 我认为是他刻意的 所以暖和乳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看过第一部曲的话 他有一个最大的应用 就是已经缓家 从车子上面下来 然后展开故事上面 第二部曲 第二部曲也是一样 从回家 回家的这个路上里面下车 然后这也是多分他的一个开端 所以你如果够仔细短 你就可以发现这情节当中里面 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所谓的起点 而这个起点里面从这里就开始展开了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里面的生活的一种对待 而且由这里的话 就会激荡出生命里面各种的一种所谓面向 各种的一种可能 甚至也有我们可能遭遇到的一种生命上的一种困存 都由此里面来展开了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的 这个约瑟夫他是一位诗人 那写诗的人都知道 诗人里面是所有文种当中里面最敏锐的 他对世遭周遭环境里面的一种观察 自然是由他读到的一种见解 所以他还容易看清楚 我们内心心灵当中里面的某种的一种悸动 从此从这个角度里面 他会反观人和这个现象界之间里面的一种互动 还有人际之间的一种关系 所以这个角色是敏锐的而容易受伤 那么乳的定义在什么地方 先透露给大家知道 也没有关系 乳的定义就是跟母亲的一种奶水关系 其实我们至少每天都喝牛奶 我只是不知道我们喝的牛奶 到底是真奶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不是全部都是母奶 没有那么多吧 我想 其中里面他怎么知道 我当然不太清楚 但有时候过了起 过了好几天都还不太会坏 那绝对有一点怪 但是这个母奶里面 事实上跟这个牛奶里面 其实跟母亲里面是有点关系 因此我刚才讲 它是跟母亲的一种微妙 跟这个寡母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 其实表现得非常非常灵力尽致的 当然20岁左右里面 第一他对交朋友 对男女朋友之间的一种互动 这是他自己必须要去面对 要去承担的 例如在这个地方里面 他有很棒的一种所谓解释 这个解释是一个完全用镜头 一般看的话 如果我们全部不讲 让各位放映给各位看的话 那你各位还是看了一头雾水 因为你看完甚至看到一半 你就回家了 因为你的所然无畏 但事实际上请你注意 他的镜头里面 今天这一场里面 我会特别用镜头里面来去诠释 那你看完以后 会感觉到自己功力大张 因为突然之间变得很会看电影 原来电影原来就是这样看的 不是简简单单 只有一种情境上面的一种对待的 那里面也有一种象征的远 比如说第一场的时候 就有一个怪异的一种现象 有一个女人被倒掉的 然后下面用果就熏着熏着 那你在干嘛 不知道 没交代然后就过去 那这种电影 请问你怎么看 一头撞过头 你也看不懂 但是最后他当然有诠释 原来后面的话 在我后面 后面的话我们才讲 现在不要坏了各位的性质 看戏的一种性质 好吧 这部电影里面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然后最后的时候 我们再跟各位 你们来做 整部电影上面的一种探索 我们现在电影开始 谢谢